对于联邦政府的决定 卑斯省环境厅长普拉克就重申 省府对北方门户输油管计划提出的五项要求 另外有原住民领袖表示 将会提出法律诉讼挑战这项输油管计划 五位基报答 代表九个卑斯北部原来部族的领袖表明 会引用加拿大最高法院 过去承认原住民土地权益的先例 在法院挑战北方门户输油管计划的合法性 有环保团体也对于今天的宣布感到失望 认为联邦政府未有尊重原住民 强烈反对输油管计划的声音 审划的听长普拉克就表示 联邦今天对于输油管计划的批准 只是满足省府对于支持计划上 五项条件的其中一项 而本省能够分享其中十亿等条件就仍未达到 而有学者预计 策略为之会议向联邦政府 争取在计划中分享更大收益 作为换取在散级层面 批准输油管计划建策去科政等的主要筹码 所以他们也很关注于油汽车 因为这就是美国的选择最大 在美国的选择 她想要被视为美国的选择 所以我们的选择在这里 看儿子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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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